怎么不多睡会儿? 想再看一看这里。 吃药了吗? 男人却没有答话,就那么看着他好伴上之后,才回答说。 没事。 这两天真是谢谢你了,外婆走得很疯狂。 坟内的事,这时,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传了过来,邹昊拿着手里的感冒药,他的额头上都起了一层细密的汗珠。 陈总,找了好半天才买来的感冒药,来,我给你倒水,吃药吧。 程席之看了眼他买来的感冒药,不知道是嫌弃还是因为别的什么原因,他并没有伸手接过来。 邹昊一时无语了,实在是想不明白,都来到这种地方了,他能有什么好傲娇的呢? 能买到感冒药就真的很不错了,可是这些话他实在不敢说出来。 邹大哥,你也过来了? 我昨天半夜赶过来的,程总来了这里,公司总得有坐镇的人。 半夜跟程总汇报工作的时候,差距到他不对劲,所以我就连夜赶过来了。 既然不舒服,还是吃一颗吧。 等下要坐好几个小时的车。 是啊,程总,等下回去公司,还有几个会议等着你主持呢,而且…… 而余夏的话,程席之没给他说下去的机会,因为男人刚才那几眼神真的太冷,太灵力了。 邹昊就那么乖乖地往后退了两步,他把感冒药也揣回兜里,然后色缩了回去说。 程总,我先回车里了。 程席之到底最后还是没有吃那盒感冒药? 程席之的感冒不可避免地加重了。 这一路上,陶乐乐时不时就听到程席之轻轻地咳嗽声。 原本陶乐乐是不想跟他同乘一辆车的。 可是程翘翘呢,已经先他一步上了傅锦红的车,去当电灯泡了。 程翘翘这次回来得很急,也很突然。 陶乐乐因为外婆的事情,也没有跟他多聊点别的什么。 但是他看得出来,这几个月,程翘翘真的成长了不少。 陶乐乐在坐进车里时,感觉到困得不行。 最近几天一直都没怎么休息好,又加上坐在车里头,本来就容易犯困。 陶乐乐不知怎么的,于是就沉沉地睡了过去。 他睡着之后,坐在那里处理文件的男人,随即就把视线移在了陶乐乐身上。 扮上之后,程席之脱下了他身上的大衣,盖在了女孩单薄的身躯上。 原本就瘦小的人儿,现在缩成了一小团,越发地显得瘦小可怜了。 男人的一双大手,情不自禁地捏了一下女孩那没什么肉的小脸颊,心里颇不是滋味。 虽然现在陶乐乐就在他的身边躺着,可他就是有一种女孩随时都会离他而去的感觉。 邹浩透过后视镜,看了一眼难得纠结的男人,他的眉眼也染上了一丝复杂的神色。 他犹豫着开口说, 郑总,确定要这么做吗? 程席之收起了思绪,他的情绪很快恢复如常,他低沉地开口说, 那边都安排好了。 啊,我这次挑的都是最厉害的手下,派他们过去时,我亲自和他们过了招。 郑总,何小姐那边,这回我可以跟你保证,绝对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邹浩,你跟在我身边的年限也不短了,做事的时候要多用脑子,知道吗? 郑总这意思是,不结合小姐母女回来了吗? 既然她想出去散散心,那就随她去吧。 你只管让你的人看好她就行了。 邹浩点了点头,没再说什么。 其实这个时候,何文艺选择离开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因为相对于何文艺来说,现在更需要宽慰照顾的人应该是陶乐乐才对。 刘苏芬在这件事情上的确做得相当过分,甚至可以说毫无人性可言。 但是归根结底,她还是受到了罗亚纯那些照片的挑唆。 邹浩想,如果不是何文艺现在成了这副鬼样子,刘苏芬恐怕也不可能会这么对一个无辜的老人下黑手吧。 前天他们离开西山别墅时,他亲眼看到刘苏芬心让司机载着他们去了趟京都第三人民医院逃乐了外婆住过的地方, 然后在病房那里对着老太太睡过的床铺跪了又跪。 就连何文艺也是坐在轮椅上默挨了好长时间,他们这样做难道是为了给自己看吗? 还是说他们真的有所忏悔呢? 不过伤害已经造成了,再做这些事情也没什么多大意义了。 他就是好奇,怎么这刘苏芬前前后后的变化一下子这么大呢? 看来刘苏芬的精神问题的确很严重。 这何文艺到底又给刘苏芬说了什么事情,让他一夜之间好像跟变了一个人似的呢? 为什么带我来这里? 这一段时间你住这里? 程希致,你能不能不要再逼我了? 我的未婚妻走了,她出去散心了。 谁?何文艺她走了? 你知道的,她是一个沉睡了九年的病人, 心里真的很脆弱。 醒来之后呢,因为没有了双腿,也闹过很多次, 所以我们就一直将她不能生育的事情瞒着她。 现在她的情绪刚刚好了一点,才有了活下去的勇气。 但是你却告诉她,她不能生育这件事情, 她怎么可能不崩溃呢? 我承认我那天是有点太冲动了, 可若不是她的母亲事先对我外婆做了那样的事, 我怎么可能会跑到她面前说那样的话呢? 事实上,我那天根本也不是去找她的。 那只能怪你倒霉了,我未婚妻都已经这么惨了, 你还这么欺负她,我现在也找不到她的人了, 所以只好把你先困在这里了。 这世上会有你承袭之想找而找不到的人? 当然,我承袭之毕竟也是个人。 所以,你是不可能放过我了? 自然,做错了事情总是得负责的。 你以为,你能困得住我? 也没那么想,我想现在你身边你在乎的人也应该只有康言伟了吧。 正好我横竖看的康言伟都不怎么顺眼。 这样吧,你在我这里逃一次的话呢, 我就找人剁掉他的一根手指或者脚趾。 所以你想逃跑的话,你最多也就只有二十次的机会。 真是核心的男人。 承袭之,我以前怎么就没有看出来你这个男人阴安有毒了, 甚至还完全说不通道理。 先撇开康言伟是一个靠双手吃饭的人不谈, 他和我们之间的事有什么关系吗? 承袭之, 康言伟招你惹你了。 哦,对了, 我刚才已经说了, 我就是看他不顺眼, 如此狂傲如同帝王般的语气, 这让陶乐乐不禁怀疑, 这或许就是他本来的面目吧。 虽然康家在京都也小有名气, 康言伟本人的知名度也很高, 但是跟在京都有着百年基业又有钱有势的城市相比, 说白了, 就是连比较以下的层次都不够。 而他陶乐乐又怎么可能会因为自己的事情拿康言伟堵什么呢? 本来他就觉得自己已经亏欠他很多了。 陶乐乐现在就像是刀板上的鱼肉, 就如同男人之前所说的那样, 他吓走了对方的未婚妻, 他怎么可能会让陶乐乐全身而退呢? 远了一个男人没良心到一种地步的话, 那他也会跟一个女人一样非常的爱计较。 知道男人下定决心要做什么事情, 自己也改变不了他, 陶乐乐也懒得在跟他争辩了, 至少这一段时间他什么都不想跟他说, 他真的太心累了, 除了想好好地一个人静静地休息之外, 别的事情他什么都不想做。 这栋别墅格局跟西山别墅那套差不多, 就是家里的家具都像是刚买回来的样子, 甚至有些日用品都还没有拆包过, 但是这些东西也都有一个共同点, 模样和款式都跟西山别墅里都没什么差别, 如果不是先看到了它的外形, 走进来的时候真的就会有一种回到了西山别墅的错觉, 陶乐乐站在客厅里头打量着这座房子, 男人已经率先把大衣脱了下来, 他一边截着西装扣子, 一边往陶乐乐这边走, 下面给我吃, 陶乐乐站在哪儿, 全当做没听见, 真是金飞锡笔呀, 陶乐乐已经决定不再爱他了, 自然也不想亏欠他什么, 跟他说什么就是什么, 我累了想休息, 请问我要睡哪个房间? 咳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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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好吗 发烧了 嗯 已经烧了一路了 陶乐乐最终是没能拗得过的 于是去厨房给她煮面吃 这几天 程席之的确为她忙里忙外的 煮面的话 也不是什么特别需要功夫的活 何况以前为了讨好的 她也没少在王姨那儿学到手艺 所以现在对于陶乐乐来说 煮面是相当容易的 只是当她把面煮好 端到餐厅里叫男人吃饭时 程席之却已经半躺在沙发上睡着了 程席之看起来真的已经累坏了 她的眼皮子底下 有一层淡淡的乌青色 黑眼圈也比较严重 长胳膊长腿在沙发上躺着 觉着特别的憋屈 陶乐乐站在那儿看了老半天 终究是没能狠下心来 拿起她之前脱下的大衣 给她盖在了身上 陶乐乐动作已经很轻了 可是睡眠极浅的男人 还是一下子警觉地醒了过来 我睡着了吗 面已经煮好了 好 谢谢 你过来陪我吃 男人极其自然地拉上她的手 就进到了餐厅里头 我睡着了 我睡着了 好